好 各位 你們看到畫面跟之前的所有影片都不太一樣 原因是因為我買了一台平板 好 那裡面裝了這些遊戲 但我不是每個遊戲都很會玩啦 例如說這個 對 但Mix就算是一個我玩起來很普通的遊戲 好 那 為什麼我會買這台平板呢 因為一個原因是 之前你們看到白色的那台小手機 那個是我母親的手機 每次要錄影的時候我都要跟他借手機來用 我其實有時候會覺得不太好意思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真的需要這台平板 這台平板就是可以讓我看PDF比較方便啦 例如說 對 這是我大概一週之後要交信的 這樣子 那我可以很快的話還有我的重點 好 但是呢 在平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先介紹一下它的規格 它是三星的Type S4 那它螢幕是16比10的10.5吋的螢幕 好 有人可能會問說為什麼我不買iPad 對 因為我所有遊戲的紀錄都在Google上面 那我自己買iPad的話 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成本 就是我所有的紀錄都要重刷 那我也不一定會達到這麼好的成績這樣子 而且我已經比較習慣Android的生態了 所以我跳不過去 好 那 那 這台平板真的是非常大 大到 好 我找一首 哥哥來看看好了 喔 這個好了 好像剛好 基本上螢幕非常大 有時候會大到讓我按不到旁邊這個位置 好 我剛剛掉了兩個miss 其中一個是我的手沒有勾到下面 另外一個是我的手太靠近裡面 所以按到這裡的感應區 所以這可以發現它真的非常大台 那 我覺得更不用提另外一個遊戲的就是Arcea 它非常多的換手 換手在大平板上面其實是蠻卡的 所以其實我也蠻敬佩那些用平板打開的玩家 因為你們的手都不會卡住嗎 好 那 我以為我會因為這台平板 就是被這個問題困擾 直到我發現這個東西 它是DEX模式 DEX模式就是可以讓你的平板 跑得很像 就是很像一台筆電的系統 那裡面呢 你原本裝的Android程式都可以運作 那我再開一次Dynamics 它就會變這樣 對 它畫面變這樣而已了 我這種可以 我可以不用擔心螢幕大小了 但是打這個 用這個模式打 目前這個Dynamics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你按到旁邊會變成紅框框 紅框框它是不影響感應的 但是它會偵測到你想要拉這個邊框的大小 所以要來跳出這個 例如說 例如說 我開這個好了 不用了 謝謝 這邊就可以拉它的大小 這邊就可以拉它的大小 它就會意味 意味你是要拉這個大小就對了 但其實它是不會影響觸碰的 好 我再打一次這個好了 好 基本上來說完全沒有問題 好 那 因為基本上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都是看了楊春白雪為主 那你會 可能有些觀眾會問說 那以後 你打楊春白雪會用哪個模式打 基本上是都可以拉 但是 基於我本來是用手機的原則 我可能會挑這個模式打 因為平板其實對我來說 我 這個遊戲模式 就是楊春白雪遊戲模式 我是可以適應的 很快就可以上手 也不會像Dynamics有什麼旁邊按不到 或是Akia換手很卡的問題 但是 我還是希望 我打的螢幕是小的 所以可能 我還是會用這個模式玩 對 它真的可以打 啊 抵開夢想里的滿輩 成為某光中的焦點 再一次令人搖曉坏的光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对啊 你看 其实我觉得大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如果你们觉得那用大平板打起来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再切回去 我现在就切回去啦 那你会看到我其实中途是没有动什么任何的设定的 我只有把它切成平板模式跟 DEX的桌面模式而已 然后我什么设定都没有改 所以游戏的设定都没有动过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延迟的问题 好 我们再打一次妖怪好了 最后画面就会变这么大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海盗流 穿有许多的羊肥 冬树山灰火飘灰 準特地 moments 走 country 对基本上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啦 便吃到人 对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啦 就看 要用平板模式打 還是筆電模式打的話 就筆電模式是比較小的那一個 平板模式是現在這樣怎麼大的大小 你們可以選擇你們想要看 哪樣的畫面 就是大的畫面還是小的畫面 或是你可以留言說平板模式 或是筆電模式都可以 好 那這支影片就只是想要告訴你說 我買平板了 就這樣 好 謝謝各位